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在国与国之间任意拘押这么一个事情 说白了的话就是反对在外交关系中将外国的公民当人日而任意逮捕 任意拘留的这种做法 为了外交利益而逮捕人的行为 这个事情那就有点这个实际上是国家之间 或者叫国家为主角的耍流氓行为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国际体系混乱的时候是常常发生 但是在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也有发生 但是现在这个58个国家 他们声称是代表四分之一全球国家 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百来个 这58个代表世界上的四分之一的国家 还不止啊 应该是四分之一的国家 来搞这么一个声明 看起来声势是非常大的 搞这个声明的这个人呢 后面一定有一个推手 这个推手是谁 是加拿大 加拿大在一系列的国际事务中呢 很少看到他们啊 在后面当推手 当起手出来干这事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加拿大推动的 然后日本啊 来自亚洲的 然后这个亚洲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些国家参加了 然后还有美国 另外还有我觉得大部分 12是2那个欧洲国家 以及欧盟支持这么一个 这样一个集体签名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为什么是加拿大 为什么加拿大 加拿大因为跟美国之间 有一个引渡协议 然后呢 美国要抓华为的那个 钱财务负责人孟晚舟 然后加拿大把他抓了 就为这个事情 中国啊 拿加拿大出气 说你凭什么 你让美国人让你抓 你就抓 实际上加拿大跟美国 自然是有协议的 引渡协议的 这个事情呢 已经闹了很长时间了 在川普时代就开始闹 闹到现在没有结果 结果呢 中国政府把整个中加 外交 中加经济贸易关系 以及中国在全世界的 这样一个形象 面子工程全部压上去 反击加拿大 那么这个事情到现在 还没有华人句号 某晚舟还在加拿大 漫长的法庭的这个听证的过程 大家看到他穿着这个名牌服装 举行圣诞party 这是加拿大的司法制度 给予他的这种好处 但是在那一边 你就可以看见 中国政府为了报复加拿大 抓了加拿大两个麦克 外加还把一个谢伦伯格 已经判完了 从监狱里再拉出来 再判一次 判了他的一个死刑 等于加拿大因为这个事情 有三个人字在北京手上 两个人被抓到现在没有判 已经快800天了 那在你们的那个日子 根据现在描绘起的情况来看 那跟孟晚舟没法比 所以加拿大人很气愤 他没办法 加拿大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 他必须跟孟晚舟那种待遇 那那两个麦克在中国的待遇 谢伦伯格在中国的待遇 你可以想象如何 不用想象 这个不能比一笔气死人的 所以加拿大现在利用美国这个政府 换届的这个机会 挑头搞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美国大人支持 而且美国的这个 国务卿 反对在外交利益方面 为了外交利益而逮捕人的这种行为 坚决支持加拿大 他们现在是盟友嘛 应该是盟友 所以说加拿大挑头这个事情呢 我们现在也能理解 为什么加拿大挑头了 毫无疑问 但是呢 我们来把这个 58个国家 我们把它来 甄别一下 都是什么国家 我在做节目以前 我还去查了一下 这58个国家 这个 很明显 中国和西方的这样一种 对垒的这个界限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我刚才前面说了 这50多个国家 大部分是欧洲国家 西方国家 那么 以中国为老大的一批亚洲国家 尤其是 东南亚国家联盟 还有一个叫经济组织 最近中国的叫RCEP 这一批人 基本上 全都站在中国这一边 没有参加这样一个签名 东南亚国家联盟 10个国家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新加坡 柬埔 到老缅甸越南 没有一个国家 参加这个签名 没有一个 RCEP RCEP 有15个成员国 除了 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 这个是五眼联盟 成员国 别的国家 一个都没参加 一个没参加 在亚洲 在亚洲 重要的国家 韩国没有参加 在全球来看 大国之间 印度 俄罗斯 巴西都没有参加 所以你啊 别看那58个 看那个数字 意义不大 你要分析 是哪些国家加入了 整个的这个亚洲板块 东南亚板块 印度 俄罗斯 这些板块 都不在这里头 都不在这里头 那不就是地缘政治的 这种割裂吗 非常明显 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呢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 这种签名 对北京 有多大的压力 我下面要分析 要分析 对不对呀 北京现在气壮如牛 根本就 不会在乎你 这种58个国家的签名 不会在乎 不会在乎 一点都不在乎 为什么呢 你看 为什么北京不敢在乎 首先这58个国家 在搞这个抱团取卵 和抱团签名的时候呢 他的底气就有问题 为什么说底气有问题呢 他们在这个声明里头 或者这个宣言里头 具体是针对谁 在国与国关系之中 抓人自来的筹码 干这种流氓活 是谁这个事情 他都不敢说 所以我的标题里说 就北京两个字 他们提都不敢提呀 很显然啊 是中国抓了加拿大的两个人质 还有一个谢伦伯格 那个死刑犯 三个人都在手上 加拿大就想怼中国 拉了这么一批人来 给他助阵 但是呢 这一批人过怀鬼胎 愿意给加拿大战牌 但你千万别说 你想针对谁 你可别说 你要说你点中国的名字 他们就不会参加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样一个58个国家 参加的这么一个宣言书 没提任何国家的名字 那么加拿大有一位官员 每位官员 说是针对中国伊南 俄罗斯和朝鲜 逮捕外国人的担忧 那你为什么不敢点 你为什么不敢点 不敢了 你一点的话 那么就就不是58个国家了 有很多人就不参加了 问题在这 所以说他不点名 而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去 搞这么一个声明 他能吸引更多的人 那你不点名 你也就才吸引58个 点名的话 真的是不会那么多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这两个字 很多人不敢碰 真的是不敢碰 所以说在这样一种 打牙鱼的情况之下 有58个人出来 我也欣慰 我也欣慰 这个毕竟泛泛的谈嘛 有58个 但是我也觉得很悲催悲哀 这么一个大 这么一个事情 才58个国家 国与国之间交往 你不能耍流氓 都有外交工业 有国际规则的 这种流氓行为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然后对这种流氓行为 出来说话的 只有58个国家 但是你想想吧 加拿大这个事情 人家被抓了 到现在拖了那么久 终于有58个人出来 58个国家出来说了 那也算一个进步 对加拿大是某种安慰 但这种安慰 能够对他受伤的加拿大 安慰到什么程度 那就另外一回事 是一个从零到无的 一个飞跃 这是这个值得肯定 但是真的在这个国际体系之下 这个国际社会 烂到今天这个程度 不可想象 真的不可想象 你就想吧 国与国之间 因为外交关系 去抓人的话 这还有外交吗 这就是总战争行为啊 那么我们已经 很多人关注这样一个新闻 那么这个这样一个 要58个国家 当独的搞一个这么一个声明啊 我觉得说明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问题说明 现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集体啊 集体决策机制和国际社会的 所谓的啊 什么机制 人权机制什么好 都是摆设啊 基本上失灵了啊 这是发生的 这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 加拿大不能够输住 那个联合国的机制去搞这个事 他转而去搞找58个国家 说明联合国不管用啊 加拿大没地方打官司 没地方告状啊 这一个啊 这一个 他必须另外起一摊子 另外起一摊子 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他只是一个宣言 这只是个宣言 如果从啊 解决这个问题的角度来说 就解决任意拘留和任意逮捕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实际上还有任意死刑啊 根本不就不仅仅是一个任意拘留的问题 是任意拘留 任意逮捕任意死刑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机制上呢 这58个国家干的事情 远远达不到联合国现在已有的机制的设计水平 远远达不到啊 联合国他有一个机制 就是根据人权啊 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应的国际法啊 人权公约 有一个建立了一个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这是一个老问题啊 世界上流氓国家很多 对不对啊 他们一直干这个事情 那么联合国呢 就搞了一个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这个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那么经常对中国问题啊 发表这个谴责性的意见 对不对 大家都记得这么个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呢 他实际上他有一套 有一套的机制来调查处理啊 这样的一个任意拘留啊 任意逮捕的这种事情 强迫消失的 能让七八糟的啊 例如说他可以调查啊 他可以接受资料啊 他可以提请啊 联合国成员国和被告的这个政府啊 关注这个事情 他还可以应被告的这个政府邀请到 实际去考察还可以出报告 他有一系列啊 相对成熟的这些规范和程序啊 那么这58国家现在干的这个事情 离现有的联合国的这套机制啊 设计的制度水平还差远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联合国这套制度不管用 第二啊 这58国家干的这事 连联合国现在的这个机制都达不到 这就是当今人类啊 面临的一个啊 人类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临的一个可悲的一个现实啊 你面对一些强诚国家 你面对一些流氓国家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这是因为这样一种有恃无恐 中国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 中国自己站出来主动对后路做 啊 中国对加拿大拉拢一些国家 发表所谓任意拘留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而且还向你加拿大提出严认交涉啊 你看不中国政府牛气吗 啊 昨天我还跟和平节目里讲啊 完颜完事 我说中国政府现在你有多硬 我回击你多硬 原来中国干这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心里都愧疚 现在他一俩都不愧疚 理直气壮的干啊 西方在某国上有道义的这种高地 我们不能制裁你 但是我在道义上我站在高地上 但现在不仅北京反过来制裁你 他在道义上他也不认为自己 具一下风啊 因为中国人现在面对西方 剩下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被 再被西方 去批评去骂骂 要解决挨骂的问题 所以当每一次西方把人权问题 批评北京的时候 北京一定有非常强硬的方式 反击西方啊 用他人的那套这个规则体系 话语表现形式去批评西方 那时候他讲到这个啊 加拿大搞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家方宣称反对任意拘押 却充当美国帮凶 任意拘押中国公民 你说我任意拘押 你才任意拘押呢 企图把孟晚舟用作美方 打压中国企业的筹码 对不对啊 你看北京多壮啊 他没有任何地方 觉得自己理亏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问题啊 这就是问题 现在西方啊 这个联合国这套体制呢 只交废会啊 成了一个摆设啊 那么前政府呢 要对这个这套体制进行批评 被认为是单边主义啊 退群主义等等被批评啊 那么我们现在看现政府怎么做啊 我们出于观望态度啊 希望他能开达出一条啊 将现有的国际制度体系啊 有效化的一个途径啊 我老陈在这祈祷着啊 是这么一个问题 关键是这个国际社会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已经不是一个西方啊 规则 西方的话语 西方提倡的这种价值 在这个国际社会 他还是主流市场的问题啊 现在中国现在他来了啊 他要定规则 他要加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啊 他要把自己的啊 中国的这些东西给放到这个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这么一个一个面上 这才是根本 而国际社会呢 又有求于中国啊 原来呀 中国呀 在没有到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的人权问题呢 通常只是通过略带本国人民啊 来跟西方做筹码 我们在这个江泽民事情 我们都知道啊 美国每一次要搞最后国待遇的时候 中国就从监狱里头放放 拿着一个人放出来 跟美国做交换 那现在看北京玩这个吗 北京不玩了 北京已经不玩这种人质交换外交 现在北京反过来啊 反过来抓外国人啊 而且专门掠外国人 这已经升级了 这种虐待行为已经升级了啊 不是在 当然他也略中国人啊 那在香港啊 那在香港 你越制裁中国 他在香港 他略这个香港那边的这种行动 他越利用法子 但是呢 啊 在西方国家啊 现在 你们说是除了美国以外 他都敢略啊 你看 加拿大 大国 澳大利亚 但是这都是美国的 铁哥们的国家呀 他都敢去制裁 那么说美国不敢制裁 谁说美国不敢制裁啊 现在他们只是不敢制裁川普 啊 川普政府的前官员28个 一股脑给制裁了 谁说他不敢制裁美国 啊 美国国会议员 他制裁了好几轮了 就是这个世界上 中国现在 他没有哪个国家 他哪个国家 他不敢制裁 没有哪个人不敢制裁 只有一个人他不敢制裁 川普 这是一个事实 啊 这是一个事实 啊 那 而西方呢 在这些国家 我就是这58个国家啊 你如何啊 你如何 你如何面临这样一个 强大起来的一个中国 啊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 西方很多传统上坚守人权标准的这个国家啊 在面对中国这个时候呢 他面对一种矛盾 他就要有求于中国市场啊 他又不能够背离他的人权价值 那么最后呢 就导致他一边跟中国声音做声音 一边跟中国批评人权啊 这叫二元并行的这么一个做法 那么实际上把人权东西作为了一个拷破党啊 北京知道你批评我可以啊 批评了半天你还得给我做生意啊 你也不能拉我怎么样 所以通过这样一种二元式的这种啊 并生意和人权并行的一个方式来做的话呢 北京被撞打了 北京每次干这个时候知道他不会有后果 如果你抨击北京的时候 你不准备让北京承担后果 你抨击这个东西 你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啊 现在北京啊 已经不在乎啊 西方的道德高地啊 已经不在乎你说他不要脸 他都不在乎 他反而说你不要脸 问题在这啊 他不在乎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西方你跟中国在过招的时候 如果他不在乎的时候 接下来问题的时候 你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现在西方面临的一个必须选择的一个问题啊 你是说你做这个事情你有后果 还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没有后果 如果没有后果的话 北京下一次 根本就不在乎你任何对他的这种人权上的抨击 西方现在陷入了困惑啊 西方现在陷入了困惑啊 怎么办啊 这也是现在的川普 川普之后的新政府面临的困惑啊 也是这是加拿大领先的这次机理行动的一个困惑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你只是想道义上去谴责一下中共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已经完成任务了 但是你如果想让加拿大的这两个迈克 你想让谢隆伯格从监狱里头被放出来 如果你想让下一次不再发生迈克的这样的事情 不再发生谢隆伯格这样的事情 那你绝对达不到 这两个目标你都实现不了 所以说给加拿大 给这西方58个抱团签名的国家提个行啊 这个啊 你们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们啊 你们还要继续努力啊 革命远未完成 好了 这个节目呢 我就做到这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啊 谢谢导播自作 我们下期节目 arina til cis 优优独播 сов�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